疫情無了期 旅遊業冰封 景區商店拍烏鷹 旅遊巴生意同樣一落千丈 港府早前宣布 在防疫抗疫基金撥款3億7700萬 支援旅遊業和跨境客運業 其中每名旅巴司機可以獲得3,350元資助 又撥出超過1億元支援跨境巴士 出租汽車、渡輪 不過旅巴車主就變成為孤 由鍾小營、獨資車主組成的 無錢公車大聯盟說 全港有1000架提供本地遊的旅巴 當中600架的車主是鍾小企、個體戶 有公司說 由前年到現在受到示威和疫情打擊 行業一缺不振 公司8部車只能在停車場曬太陽 另外有車主說 現在全靠在疫苗中心打工 否則就沒有收入 現在每個月要供車位、供保險 開支3萬港元 日不敷之下要跟朋友借錢 對前景感到無助 批評政府不公平、沒有幫助他們 另外有小型車行老闆說 原本有5架28座女巴 現在只是賣剩兩部 要靠積速度日 大聯盟說收到超過500名牌主的簽名 要求政府一事同仁提供補貼 又希望政府在新發展區安排路線 讓他們暫時經營 又計劃向立法會申訴部求助 陳偉強說 港府防疫不力、外防輸入做得不好 令香港無法和內地、澳門早日通關 最終受苦的都是市民 尤其是主力做中港生意的人 東網記者南浩杰報導